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充满智慧的书 雅各书 雅各书讲的智慧 雅各书讲在生活里面 我们怎么样让神的这些话语 是可以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 有非常多的层面 我们一起分享 而在雅各书的最后一段落里面讲到说 他说如果我们中间有人偶然走错路了 我们要用爱心把他挽回回来 然后他说 你知道吗 如果我们让一个做错事的人 能够从错误的路上能够转回 这就是救一个灵魂 他不会落在死亡的阴间里面 而且遮盖许多的罪 谢谢主 这是太重要的一件事 我们周围一定有这样的人 周围一定有的 你的办公室可能有人 他怎么搞的 最近怎么搞成这样子 他的婚姻怎么搞成这样子 他的人生怎么搞成这样子 他怎么把自己的身体搞成这样子 其实不只是在一些非基督徒当中 即便在基督徒里面 我们也会碰到这样的事 在小组里面 他们夫妻感情不是很好吗 所以你怎么搞的 基督徒怎么还闹离婚 求神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 不是指责 不是定罪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 当我指责别人说 他们怎么搞离婚的时候 你有把握你不会做错这样的事吗 不会走错路吗 至少我就不敢 我承认如果不是神的恩典 我不知道做错过多少路 走错过多少路 但是谢谢主 主总是一次一次把我带回来 而在主伸手把我带回来的过程里面 神常常是用一些我周围 带着上帝的爱的人帮助我 帮助我怎么样在我的感情 我的婚姻 我的事业 我的人生 我的健康 在许多的层面上 当我出事的时候 走错路的时候 是主透过那些人 用上帝的爱把我带回来的 如果你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事 在你最软弱的时候 神透过一些周围的人 成为你的帮助 那么现在 谢谢主 靠着神 如果我们可以稍微站得稳一点 神给你一个托付 也去扶持你周围的人 用上帝的爱 不是定罪 不是批判 不是瞧不起 而是挽回 有什么好瞧不起呢 我自己过去不也这样吗 靠着神的恩典 用爱把他们带回来 这里讲说 这样的行为能够遮盖许多的罪 不是说一个爱的行动 就可以抵消几个罪 我们的罪得赦免 单单是因为耶稣基督 十架的救恩 他在十架上 为我们留住的宝血 赦免我们的罪 这里面讲到说 能够遮盖许多的罪 是说他能够使得许多的罪 不再发生下去 比如说有一个人 吸毒吸毒吸毒 结果你帮助他把毒戒掉了 你知道很多医 如果他继续吸毒下去 他可能请家荡产 他可能更是抢决 他可能后来就做了很多 很糟糕的事情 他可能后来被枪毙 那一些后面一连串 因为罪所带出来的这些结果 因为他不再犯罪了 那些破口就被堵住了 求主帮助我们 我再说 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 主透过一些人 成为我们的帮助 现在伸出手来 去拉别人一把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